新海城的伶牙之旅 我写得很好 下次别写了 Good morning 今天是一期久违的Vlog 因为最近这阵子 悬疑小说真的把我手伤掉了 每天不是尸体啊 人头啊 飞来飞去啊 这些我真的是够够的了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就来享受一下美好生活 那么首先我们起床 要去做一顿早午餐 一大早收到个包补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我Max的洗发水到了 果断开箱 哇 哇哦 哇哦 这个盒子太马卡龙了 它是这样子的 包装的很精致的两瓶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近景 这个紫色款呢 它就是主打空气感 那种风吟蓬松的感觉 适合中性还有那种中性偏油 正好适合现在的季节 然后这个是它的护发素 闻一下它的味道 啊 又是那种柑橘的香味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柔顺护发精油 我让它看下来是这样的 它里面是这样一颗一颗的 看到没有 这个样子 拿一颗试给你们看一下 它拧开来了 你洗完头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拧一颗 然后涂在这样发我就好了 它就不会毛皱 就会显得很柔顺 很快的化个妆准备出了 你先把头发固定一下 等你一颗 脖子也不要有问题啊 刷睫毛 一直是细的 一直是粗的 刷两层 换眉毛有个技巧 就是你要站得远一点 如果站得太近的 就容易变成蜡笔小型 好 现在就是换完眉毛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就好了 然后再打一下轮廓 OK吧 打轮廓和不打轮廓 还是差很多的 就你打了就会发现 就是整个脸就有 就是下额线会明显很多 如果不打的话 发光的打馒头那种感觉 所以因为 所以还是要稍微的打一下 因为我的脸就是很容易肿 好 最近用的是这个颜色 就是一直提的 往上面提 就感觉气色好一点 然后鼻头一点点 一点点 用一下 嗯 这种感觉啦 赶着出门之前先跟大家拆箱一堆书 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在看的 看了一半的 不想看的 简单的做个小小的读书报告 我们先开始拆一点新书吧 如手无作祟之物 很多人at我叫我讲配本 然后我想说好吧 搞来看一看 这本名字也很拗口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 好像也很诡异 就是好像是发生在 日本古代的时候是吧 因为我完全没有了解过 它到底是讲什么的 讲的好像是 就是在一个深山当中 有一个神秘的村落 然后呢 负责这个村落的一个长男 sorry我不确定啊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书 从三个候选人当中 选出一个自己的新娘 但是他就在这个仪式进行的时候 其中一个候选人就惨遭杀害 而且尸体的头部就不见踪影 然后后来就牵扯出一堆 有的没的 光看这个简介好像挺有意思的 前面的装帧也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如手无作祟之物 想看这本的话 说想看 OK 然后下一本 脑随地狱 对也是无数人at我 新名字好像挺众口的 这你们就很喜欢看 我讲众口的小说 其实我很喜欢真善美的小说 它被你们搞得我现在 就变成全一小说 up主了 这件事不太好啊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首 宫崎骏心中的日本三大奇迹之一 这个书要真有够夸张 他讲的是什么 一个男子在一个陌生的房中 醒过来 然后忘记所有的事情 这个时候隔壁传来了 女子凄厉的叫声 说明了关系之后 这叫声让他更加恐惧 感觉挺阴森的嘛 有种一层润爱的感觉 装置也不错哦 想要看这本吗 想看的话扣子 好下一本 以一的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 花与爱丽丝 我记得是以前 严谨晋二的一个电影呀 那么会变成以一的小说了 严谨晋二导演作品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的小说版 哦 也就是说严谨月拍了电影 让以一来写这个小说 是这个意思吧 哇 还不错哦 背面也很漂亮 这个篇幅不算长 应该是几个晚上就能看完的 里面一共有五张 好吧 想看这个 扣一 OK 暂时拆完了一些 接下来呢 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最近在看或者 看了一半 或者不想看的书 暂时有14本 好 一本本来 首先 是这个第一本 刘星成的重案笔记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我一口气 两个晚上已经把它炫完了 我打算之后会专门出视频 跟你们讲 他这个作者是一个 真实的刑警 还叫刘星成 然后里面都是真实案件 挺好看 挺上头的 反正是让人停不下来 因为之后 我还会跟你们戏讲嘛 所以这本暂时先过 反正好看就对了 好 接下来这一篇 气得我要命 新海城的灵牙之旅 我真的就是 有人看过灵牙之旅的电影吗 看过的扣一 跟我说好不好看 就电影我还没有看 我就想看电影之前 我先把小说看了吧 结果我看了小说之后 我真的是 酸Q 新海城啊 新海城 就你拍电影的才华 就完全没有分在一些小说上 就是写得很好 下次别写了 就是这本书 我几度睡着 你知道吧 我这是 定称了好几篇 到我每次都后来 我就一种轰过去的感觉 太催眠了 实在是太催眠了 就 我没有看过电影 我不知道电影的情节 反正我根据小说前面 就是说一个女主呢 她一天上学的路上 遇到一个美安子 然后呢 又在上学上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感应到好像学校后山 要发生什么情况 她就一路跑过去看 发现后山呢 有一个门 然后有一个扇这种门 然后这个门呢 她就好奇打开那个门周 就有很多那种黑色的东西 冒出来 强大的那种气流 然后在书里这种东西 被称为蚯蚓 反正就是暗示里 就负能量这种东西 世界就开始地动山摇 就在她再支撑不住的时候呢 哎突然这个美男子感到 帮她啪 把这个门关上 就是你们听我讲 应该就挺有意思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书就让人看不下去 就是结构和它的节奏都很乱 就你一直跟着这个女主的视角 在跟她跑 这个她是第一人称嘛 就我我我 就我一会儿想到这儿 我一会儿想到那儿 我一会儿跑到后山 我一会儿就想 那个美男子是谁 然后整个就是 好像就是一个 这个十一二岁的中学生 或小学生上课的时候 不想听老师说话 然后在纸上 随便那么写出来的 想到哪儿 写到哪儿的一篇小说 看了这个女主很忙 但是你就不知道 她在忙什么 她应该就是把悬疑 把那个气氛扑开的时候 哎 她去突然画风一转 干别的事了 她不应该展开的时候 她在那边就是乱展开 反正就是一个字 就是乱 看到后来我整个就是 看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在想 新海城 你是新海城了 你那小说怎么可以写成这样 因为呢 我就很喜欢她的电影嘛 就是她的画面就是很美 然后她的音乐 然后她的氛围 可是你知道电影跟小说 它其实是两种艺术 它有相通的地方 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想说你没有音乐 没有那种没有视觉 然后没有画面 然后没有那种华丽的剪辑 你只能靠白纸黑字 来写这个东西 就很考验文字实力 这显然我觉得 如果这个是她本人写的话 那只能说我觉得 她失不了解小说这玩意 就是 你说她文笔太差吗 也没有很差 她形容那些透明的天空 那个什么 冰蓝的海洋 这些形容的很好 但是她架构这个故事能力很差 让人带入不了 就很难带入进去 就打个比方 就你们知道 好的悲剧跟差的悲剧 它的区别在哪 就是 差的悲剧嘛 就是观众还没哭呢 这演员哭得稀里哗啦 观众是一滴眼泪都流不下来 就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 伤感什么 然后好的悲剧就是 演员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但是观众已经哭成狗了 这就是 好的跟差的悲剧 然后喜剧也是一样的 就好的喜剧就是 演员根本没有笑 但是观众已经笑的 就是满地甲滚的 然后差的喜剧就是 演员自己笑的 跟神经病一样 观众无动于衷的坐到那 就一点都不好笑 你知道吗 然后这本书就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 就是里面的角色忙得要死 然后女主角忙得要死 但是我全程站在那边 搜 就是 就事不关系 就完全没有办法 不要带入那个情节 她的写作主法 就非常的大白话 流水障势的感觉 所以我可能要直接去 订阅看一下电影吧 就是如果电影非常好看的话 我可能回来再把它读完 好 接下来一本就是 对 这个月刚读完的 流星之半 东野龟物的 这一本 我真的很讨厌 书皮这个东西 真的是 然后这一本就是 可以看 可以看 就是我觉得还行 就是这样的 东野龟物它出了很多书嘛 所以 它就是呢 稀烂的作品也很多 就是我目前讲的 都是大家 就是评分比较高的一些 那如果说白月行在这儿 然后它那些稀烂的作品 就是在这儿 那我觉得这一本 它应该是在 这里 中等片上吧 它是讲 有一家 就一家五口人 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有流星雨 然后三兄妹呢 还在读小学 他们就瞒着爸爸妈妈 爬窗出去 想去偷偷看流星雨 但是跑去那儿 什么都没看到 他们很失望的 溜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 爸爸妈妈 倒在了雪坡当中 就是不知道被什么人杀了 然后大哥 最大的小孩 当时六年级 最小的小妹 还就是 一二年级 还搞不懂状况 他们下呆了 然后报警了之后 就一连串的事情 但是警察 一直没有找到凶手是谁 他们也就成了孤儿 然后他们就到了孤儿院 之后他们一路长大 在这个艰难的社会当中 自己想办法谋生的 同时 还要再去找到凶手 至少我是蛮有 看下去的冲动的 就没有想要睡着 或者说是 或者是不想看 气数的冲动 没有 最后的结局 我觉得也是 还OK 不错 然后呢 就是你知道 多有个物 他虽然写了很多烂书 然后 但他有一个很大优点 就是 跟这位比起来 跟这个新海诚的 想说比起来 多有个物 有个很大优点 就是 他的文笔很干练 就是这大哥 没有废话 他 他就是说 没有废话 你知道吗 他的每句话 都是只戳要点 都是为情节做铺垫的 他不会浪费 无谓的文笔 在形容买天心啊 然后夕阳啊 大海中 就是没有 就是 不是说形容那些 宽广的绚丽的 景色描写不好 不是的 有的作家 可以形容得很漂亮 那个 那是一种风格 就文笔好 不是说你非得华丽 才是文笔好 文笔好 分为很多种情况 比如说 你是华丽型的 你可以形容 各种蓬勃的景色 或者说你是细腻型的 比如说你像 像寒江一样 然后你可以 把人的心理 描写的非常细致 通过很多笔 让你联想到 你根本不会联想的东西 也行 或者说 你就是像 东北有个物证的 就主打一个直接 你就是每句话 不妥你带税 终时为剧情铺垫的 都可以 不是说你不华丽 你文笔就不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文笔好分 粉多个类型 好的文笔 千千样样 不好的文笔就一样 就是你说了半天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雷雅之里 我这个视频 会不会被骂死 就是anyway 我还说 我是辛亥车的粉丝 但是我是理智粉啊 就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小说 真的是让人看不下去 扯回来 这流行之外 我看完了 这日本之后 应该会给大家出 专门的长视频金奖的 所以说一口气读完它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以上就是我 三月份到现在 读的书 好 我要赶紧换衣服出门了 今天约了两个 北京来的编辑老师 在这个咖啡馆 这里很大呀 下楼找人 一杯巧克力拿起也不行 我还是要喝 你别乱家 再搬 我一杯巧克力拿起也不行 顶尔师